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關注一下 陳佩琦現在當然 就是對外界的形象 要塑造一下 就是現在孩子四散各地 不敢回家 整個就是超家滅族 作為一個媽媽的心態 已經家破人亡 可否饒過一些無辜的人 昨天當然 接受TVBS專訪的時候 也看得出來 深情很憔悴 然後戴著口罩 顯露出來 現在這樣子聽悲情的 這個已經是 好像受到了司法迫害的 這樣的一個立場 這是他想要展現出來的 可是人家講說 那為什麼既然超家滅族 隔天這個被羈押隔天 兒子還去吃牛排呢 所以被人家講說 好像是不是有一點矛盾感 那再來 當然現在柯爸爸離癌的事情 這個外界很關心 因為不管再怎麼樣 柯文哲做的種種 也罪不及父母 所以你不論去騷擾柯媽媽 或者是去講柯爸爸 我們都覺得說 這其實是不妥的 就是於情於理來說 不需要把罪及家人 所以你看到 現在柯文哲就說 別擔心我 看好爸爸就好了 因為92歲的柯文哲父親 高燒不退 又發現梨癌 然後廢機水 然後又要化療 所以柯文哲說 也是挺擔心他的 人家也有拿來對比 就是說是不是有點像是 學阿扁 就是要用長輩 打長輩牌 也可能可以讓大家的 這個觀感上面 可能可以激發大家一點 這個就是側影之心 或是同情 同理心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因為陳美琦這樣出來 接受專訪 可是亮哥倒是建議說 他不要再站到第一線了 他說因為現在 媒體這樣追著你 他更應該要像是 蔡英文來閃到第二線 而且像剛剛楊明哥講 就是如果是特定媒體 接受訪問 那可是有些媒體 想訪問你 訪問不到 恐怕你也是一種 不太好的一個操作 所以他建議是說 應該是像蔡英文 當初那個房企的時候 是由陳其邁來代為解說 記者會也是由陳其邁來開 那這樣會有一個緩衝 也不會說 好像讀後 或者是說 某些媒體 是沒有辦法訪問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反而可能會不會激發 那些媒體 更要炮轟重打 所以就是你 還是要有一個 聰明的操控 那講到這個聰明的操控 就是現在民眾黨內部 有一些豬隊友 是不是也讓這個民眾黨 持續在扣分當中呢 我們來看看 吳子嘉董事長他講說 陳佩奇最關鍵的一句話 就是說柯文哲在裡面洗澡大便 那這個關鍵話 就是黃珊珊教的 現在很多人把炮口 對上了黃珊珊 不論是原本藍營的支持者 覺得說 就是你黃珊珊導致藍白拖的嘛 藍白沒合成就是你黃珊珊 或者是民眾黨內部 有另一派 就是原本的這個可能老陳派 那甚至老陳派的支持者 都覺得對於黃珊珊相當的不滿 但是問題是現在 柯文哲陳佩奇 最信任的就是黃珊珊 我們翻開時間軸 從8月30號 當時呢 黃珊珊開車接人 就是陳佩奇 北檢復勋兩小時請回 接回了這個陳佩奇 然後呢 柯文哲五寶請回 也是到黃珊珊家休息 或者是帶著陳佩奇 一起到看守所 這些日子都是黃珊珊 陪在這個柯家人附近 甚至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陳佩奇還發文感謝說 要不是有黃珊珊 民眾黨早就兵臨滅黨了 可是很多民眾黨的支持者 甚至民眾黨裡面的人 就講說 就是因為有黃珊珊 所以現在搞得 現在民眾黨 真的是分崩離析 就是好像兩派在那邊 鬥得非常凶 都鬥上了檯面 鬥給全台灣看 那所以我們看到 黃珊珊角色 在京華城時候 她其實是擔任 台北市的副市長 那柯文哲進總的時候 她又擔任這個競選總幹事 但是現在黃珊珊卻好像 這風暴都沒燒到她的身上 她是一個全身而退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再來對比一下 黃珊珊為什麼突然變成了 跟陳佩奇是閨蜜呢 有這樣瘋傳媒的報導 因為這個蔡壁如有在講 她對黃珊珊其實沒有特別的意見 那當時她是客觀地認為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要對黨忠誠 勇於承擔 就假仗事件呢 承擔責任就是一般政治人物 你應該要做的嘛 那如果黃珊珊早在八月初 假仗風暴的第一天 就承擔起政治責任的話 也許爭議就不會延燒這麼久 那所以你看到 這些事情不論是北市科 金華城 漁果市場 木科 都是在蔡壁如離開 柯文哲身邊之後而發生的 那時候在柯文哲身邊是誰呢 就是黃珊珊嘛 那所以你看到現在 後科時代 人家就在關注 後科時代雙黃之針 講的是黃珊珊跟黃國昌 那蔡壁如跟吳春城 現在也是躍躍欲試 到底誰才是未來民眾黨的新共主呢 何錦榮老師 在我們節目上面有公開呼籲 就是說希望 這個勸退黃珊珊 這個之所進退 他說既然被停權 就應該要之所進退 前兩天晚會姐在我們節目上面 對黃珊珊也是有一番的批評跟評論 那所以現在民眾黨看起來 真的是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有一番整頓給大家一個新的形象 那你看黃國昌當然現在目前呼聲很高 但他講的一番話 他是跟陳志涵同台 那他們聊到了中秋烤肉 我們來看看他們聊的內容是些什麼 來聽聽 中秋節的時候 我本來是有規劃要辦一些中秋節的活動 但我現在就沒有心情辦那個活動 我們的主席在台北看守所 然後我在外面辦中秋烤肉的活動 這什麼跟什麼 還是我們去北所外面烤 沒有 但我這樣講 我今天早上真的有想到這件事 是 當然 好笑嗎 就是陳志涵講那個我們聽了都笑了 就想說你怎麼會在那個潔孤眼 講這一番話 說是我們去北所外面烤肉 那你的作為不是跟王世堅很像嗎 所以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你看小場就在嗆 這個愛哭成如果不哭哭啼啼 柯現在就是在副總統關底了 我們來問一下楊明哥怎麼看 首先我還是延續上一段 就是說陳佩琪他現在 到底該不該這樣頻繁的出現 首先這個今天好像有傳聞說 陳佩琪又被廉政署約談 不知道會不會約談完之後就轉為被告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當他昨天採取這種比較高調的方式 去面對媒體的時候 通常簡連對這樣的證人通常會 採取比較激烈的手段 我想可能這個客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他的家世 我說這些所謂的金流也好 或者是說他的這些所謂的 錢從哪裡來 錢到哪裡去 錢存哪裡 錢怎麼存的 當陳佩琪是一個主角 像亮哥說是不是有一個人可以代替他發言 問題在於柯家沒有人可以幫陳佩琪發言了 難道要他的兒子女兒出來嗎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民眾黨沒有人敢幫柯家講話了 沒有人能夠出來拿出柯家的東西 之前有一個叫陳志涵 講完這一次就是變成是陳佩琪自己出來講了 所以我說現在民眾黨很明顯的就是 要把它區分開來 這案情的部分這屬於柯家的事情 這不是民眾黨的事情 民眾黨的發言人沒有必要去幫 柯文哲的案情說明 所以我說這個很明顯 他們策略現在是分開來的 他們切割柯文哲 這比較切割 就是如果到時候你現在講的東西 到時候被檢方推翻或什麼樣的話 那你民眾黨要賠進去的 所以這個 而且這些事情也只有陳佩琪有資格出來 比如說我的銀行裡面有多少錢 這種東西 如果今天是陳志涵出來講 人家說那你為什麼不叫陳佩琪出來講 我跟你講 陳佩琪出來講 人家都會說 那你的這個錢從哪裡來的 到底是不是從民眾黨匯進去的 你那個買相伴的錢都還沒有講清楚 都會有一堆質疑了 更何況是如果今天是一個 所謂的第三人出來講 誰會說那你這些東西陳佩琪認證嗎 是不是陳佩琪知道的 反而會有反效果 但是因為如果要打悲情牌 陳志涵一站出來就不悲情了 當然我說如果今天 他們訴求 主訴求是要悲情的話 比如說公公住院又有重病 然後小孩又不敢回家等等的 這個當然是由陳佩琪出來講 只是說現階段打這個悲情牌的 我覺得這倒不是重點 因為現在看起來 北檢釋放這一個禮拜 如果以檢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違反的去公開的資訊 就是媒體報導的案情資訊 都跟陳佩琪有關 都說他可能涉及洗錢 怎麼樣的 陳佩琪如果這個時候 還乖乖的在那邊 好像一路挨打的話 那是不是反而這個 可能對陳佩琪更上考 所以我說他有必要出來澄清 但是這個澄清可能 對檢聯來講是最不樂見的 所以我說接下來如果 陳佩琪他沒有辦法說明清楚 搞不好很快的就用財產來源不明 或什麼樣的案情 就把它轉為被告了 轉為被告之後 對陳佩琪來講就更麻煩 再來就是說如果今天講民眾黨內 其實黃珊珊你說什麼叫全身而退 他被停權 停權什麼意思 停權是他原本負責的台北市 他2026是不能用民眾黨的身分選 停權三年 他光這一點 等於說他2022年打的基礎 他現在全部歸零 除非他要用無黨極選 我不認為他會用無黨極選 為什麼 因為對黃珊珊來講少了民眾黨的加持 他用無黨極等於 這四年就等於是全部毀滅了 綠的也不可能再理讓他 民眾黨也不會理他 尤其這一次 我只能說這一次 比起來我認為陳佩琪對陳志涵的信任 從之前他在臉書上的發文說他 有一天還是陳志涵帶他去散心 等等的這些包括他的房企 是提供給陳志涵來開記者會 等等的 都說明他對陳志涵是有一定的信任 包括昨天的媒體安排 好像也是陳志涵幫忙安排的 所以我說這一塊 陳佩琪對陳志涵可能有一定的信任 可是要說對黃珊珊的信任的話 就昨天陳佩琪的訪談裡面 看起來沒有那麼的信任 看起來是沒有那麼的信任 他只是說 那一天有人說有車來接我 我一上去 才知道是黃珊珊 講得好像兩個人很不熟 所以我想這個 當然民眾黨內的事情 就民眾黨自己解決 只是說這個案情 確實還是得要由柯家人來說明 好 我們來問剛剛笑到不行的宇軒 因為民眾黨 大家在跟我們講說愛盡勿喜 對不對 就是說包括國民兩黨也是這樣講 理論上講應該要最愛妻的 就是像黃國昌那樣 我覺得黃國昌那樣表現很好 我們家黨主席被壓了 然後面對這天大人為難了 對不對應該要那個表情 他其實看到陳志涵笑 他自己都有一點笑不出來 就想怎麼會是這種表情 他傻眼 他想說你要我回你什麼 我不可能跟著你嘻嘻哈哈的 我打你槍也不對 所以黃章認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陳志涵真實情緒 我都不知道民眾黨現在那一部 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你們是比我還希望 柯文哲去壓在裡面是不是 那是營火晚會概念 然後在外面慶祝的那種感覺 阿伯關在裡面 然後一瓶大的大小 然後還有室友 然後你說我們在外面 一加烤肉萬加香 用烤肉熏死他 香給他看 香給他聞 然後陳志涵發自那些笑 不是 我跟你講他開玩笑這件事情 讓我很詫異 這是真的 我跟你講我開玩笑 我都覺得不太妥當了 對不對 你是發言人 難怪 難怪剛才我們講 陽明講說陳志涵失去他的信任 不是 你到底在幹嘛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要回歸到那個本質問題 現在不是柯文哲救出來就好了 因為現在花了很多民眾黨的 信譽跟代價 包括說我們商辦的錢不應該 對不對 就直接就說 我們不應該這樣幹嘛 認錯了 我們財務督導部州認錯了 李文中端募政認錯了 就民眾黨真的很有問題 這都是民眾黨講的 不是我講的 因為你們為了要換取柯文哲的清白 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問一件事情 民眾黨接下來還有未來 這才最大的問題 像黃國昌為什麼有頭隔閉 是因為這樣子 各位你覺得現在如果投票的話 民眾黨可以拿幾席 這我的問題 好 那你說好 那接下來誰來接班對不對 蔡壁如有辦法像柯文哲那樣 有號召力嗎 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嗎 陳佩琪可以嗎 隨便你舉例 我跟保證 黃國昌也沒有辦法像柯文哲 擁有那樣的號召力 這才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柯文哲如果殞落之後 我都不跟你談司法 我跟你談政治 那誰可以去接這個班 所以各位這才最大的問題 因為柯文哲你不要再期待了 他接下來還有其他案 他不是只有這一案而已 就是說即便他要糾纏老半天 然後最後真的從獲自由了 那可能也是五年十年後的事情 非常非常遙遠 所以現在民眾黨當下 要耽誤自己是說 到底誰可以去取代這個位置 那我們剛才講到黃珊珊對不對 我最後補充一點 柯文哲那時候 吳寶請回的時候 去了黃珊珊的家還是辦公室 Whatever 去了他家 然後陳佩琪出來的時候被他載走 那柯文哲現在又進去了 反正你仔細觀察一個重點好了 只要跟黃珊珊扯到邊的人 最後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進去 然後他明明是律師 不然你不信 你去問廖學廣 他差點被判死刑 判無期徒刑 黃珊珊那時候是誰 就是他的律師 好神秘 我覺得搞不好 這個陳志涵是悲傷過度 有任何的解釋方法 但是我覺得要看事情 就同一個標準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區長說 不然小草可以去北極烤肉 民眾黨會如何批評我們 你當然可以解釋你在開玩笑 但是我覺得現在民眾黨 就是整體給外界的感覺 就是陷入一個集體焦躁 然後集體情緒很失控的一個 政黨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現在你陳佩琪 要去針對你的金流來做事宜 沒有問題 你也應該有錢不是罪 但是你有問題的在於 就是你沒有能力去把你的 這個金流講清楚 而且每一次不管是陳佩琪 陳醫師又或者是陳志涵 又或者是你們召開的 每個記者會出來 似乎都是在為了下一個未爆彈 而去召開的一個記者會 每一個記者會 每一次出來受訪 永遠都沒有辦法把問題講清楚 而且都是在累積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現在陳佩琪跟民眾黨 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危機了 沒有辦法講清楚的話 那你就乾脆都不要講 都不要講 都不要出來 不要找媒體 不要去開記者會 你就安安靜靜的 你要去打政治迫害也都OK 我其實可以理解 陳佩琪陳醫師 他也不是政治人物嘛 面對這樣子司法檢調的追殺 的確他會有很大的壓力 更何況他的兒子女兒 也都不是政治人物啊 要面對如此龐大的一個司法檢調 要去調查他們家 絕對都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如果你金流真的講不清楚 那你就真的只要出來 把你的情緒好好的展現就好了 所以這是我自己給民眾 打的一個建議 另外一個黃珊珊 其實大家只要去想一件事情 黃珊珊為什麼崛起 當時候他先幫宋楚瑜打了新票案 然後再來他也是宋楚瑜這個 驗票一手操盤的律師 他是從幫宋楚瑜打官司 然後成為宋楚瑜他的一個愛將子弟兵 大家對他的法律專業背景 是非常讚有價 很強一個律師專業 所以他開始崛起了 但是在這一個柯文哲的案件當中 奇怪他的律師專業到哪裡了呢 完全沒有任何角色 這很奇怪 而且更何況從金華城一開始 然後不管是到漁果市場 等等這些市政案件 哪一個案件不是在黃珊珊的 任內發生的呢 其實事實上都是 但是黃珊珊卻是兩手一攤 雙手一攤 因為我被停權了 所以我現在的角色 只能去當一個新領導師 所以現在其實在民眾黨黨內 還滿多人質疑的一部分是 是不是黃珊珊其實早就知道 都有可能會發生這些問題 所以早就已經把防火線設好了 那現在反正你們要停權我啊 我也沒有什麼角色啊 那我現在最大的角色就是 我只要幫老闆娘做好心理諮商的 一個部分就好了 第一線戰場交給你 陳志涵自己去解釋 第一線戰場 陳佩琪我給你一點點建議 但是你要去面對媒體 你要去怎麼樣講 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那最後黃珊珊全身而退 還是一樣 就是一個被停權三年的 前政治人物而已 那她何罪只有 黃珊珊會覺得 反正我沒有傳喚我 也沒有提到我啊 那現在藍綠的攻擊對我來說 反而都才是政治最少 嗯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